最近有電話騙案又來的 他說最近有電話騙案是什麼呢? 就是什麼入境署 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入境署這些騙徒都不敢說 我們是香港人民入境事務署 他說什麼我們是入境署 總之有人說我屈你 懷疑你有問題 什麼假護照 什麼洗黑錢之類 通常都是說這些 然後他說什麼 涉及內地的 我現在會把你轉播去公安 轉播了之後 然後就會 轉播了過去 然後他就會說 公安就會跟你說 你要給什麼保證金 抵押金之類 要不然就會告你 證明你的清白 你沒有洗黑錢 有一個女生 在最近的新聞 他說先後過了什麼五百多萬 就是騙了很多錢 就是這樣 通常還沒救 他說懷疑你還有些錢 有機會捲入洗黑錢的問題 麻煩你繼續給吧 怎樣怎樣怎樣 通常你給得第一筆大錢 通常就會 繼續給下去 通常都是這樣 就是騙我 我看新聞通常都是這樣 就是那些人第一次 中計之後 第二三次都會繼續中計 繼續給錢 所以你要小心點 通常說什麼轉播去什麼公安 通常都是假的 不用聽 馬上收錢 很少我是真的 你說你是公安 你又說我是誰 你又說我是誰 你叫黃書記來聽聽 他說 真是黃書記來聽聽 你做什麼 你又說 你說我認識你警署 你說我認識你警署 我是你大哥的Fan 你自己說 你傻 你這樣跟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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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是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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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說不知道 不知道 然後你就馬上說 你明天不用幹 你明天不用幹 你明天不用再做了 然後他說 哎呀 他已經自己懂的 我告訴你 你馬上說 Sony 包殺你了 P&R 什麼名字 你明天不用幹 你真的這樣說 他說我是什麼什麼什麼 他說 書記都要看我三分 你跟他說 什麼什麼 局長都要記我三分 你死 你真的這樣說 他說 你說我花黑錢 你好像什麼 我巴士什麼 你馬上這麼說 我巴士 嘟嘟嘟 你敢說一遍 你敢說一遍 你再說 說 敢說一遍 快 你用那些 什麼湖南匡 那些這樣跟他說 幹什麼 然後他已經立刻收拾 立刻 嚇死了 立刻 他說 我現在在追蹤你 信號 我在追蹤你信號 等一下 你等一下 我公安會來找你 你等一下 很快會到了 你這樣跟他說 當然他已經嚇到瘋了 我說什麼 嚇到賴屎 當然你跟他說 如果你不想來的話 就立刻打電話 你說 碰好 這裡也是公安局 然後他說 我現在都懷疑你 我現在懷疑你是 變案的主謀 我現在懷疑你是 偏案的主謀 你立刻交多少保證金 進入這個戶口 否則的話 我就 不然的話 我就會立刻抓人 封人 我說現在已經出面 你現在已經被包圍了 有十支火箭炮 對著你的基地 當然不要吹那麼大 我說你現在已經被我們監視了 我懷疑你跟一些 什麼不法片案有關 跟他說 你一開始用國語說 我現在要把你放 我現在有接播出香港 然後就說 喂? 這裡是香港 香港特別行動組 各位 你現在跟一個騙案集團有關 是 麻煩你立刻 報上你的身份 然後什麼什麼什麼 叫你入錢 然後乖乖地 騙回去 有沒有可能做到 那你當然 這款項就不能夠私吞 就要上角 跟警察說 但是你就可以 獲得好市民獎 自破 自破 騙案集團 你怎麼看 警察會不會因為這樣 就算你自破這個騙案集團 說你什麼 騙錢還是怎樣 會不會 你明明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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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為是 正破這個 壞人集團 發財大計 神經 你們鬥不過他 我勸你看到這些收線 我怕說說說 你們自己 被人催眠 洗了 路 馬上入錢 總之 就不要 就是被人嚇倒 有機會 你看到這些收線 就行了 馬上剪他 就行了 馬上 不要跟他說那麼多 說那麼多 有機會 中招 所以就不要 特別行動組 可以在Facebook群組 因為我們不做 犯法 我也沒有說我是香港 什麼政府機關 我就說 香港特別行動組 他也是這樣說 什麼入境處 他也是這樣 他也是這樣 他就是想免責 就是那個人 因為他可能有些香港的 就是他有兩批人 香港的人 就打香港電話 然後他就不可以 就是有機會追蹤到信號之類 就是因為那個號碼在哪裡註冊 就有機會知道 那條線 那他就會被人拘捕 那他現在就說 我是入境處 他有什麼 入境處 我又沒有說 是人民入境事務處 那你拘捕我什麼 就是類似這樣 我猜是殺賴皮 那樣 所以他才不會夠膽 他 他報應政府機構 實在是多 就是更嚇人 更嚇人 無緣無故 政府打給你 但是他就不敢 就可能是 有這些故技 我猜是這樣 所以騙案一點 現在越來越多 而且一騙就騙幾百萬 你們更加小心 真的很狼死 以前 以前是假裝被媽媽打 媽媽我被人打 一開始就聽到就是這些 然後我有些朋友就說 聽到這些 打死他 打?打我多少錢 我還欠我的錢 我早就不認 他就說 我往死去打 是說 拿棍子 還說 不用留守 有些朋友就說這些 當然有 我有些朋友 我也跟你說過 嘗試過說 想偵查這片 跟警察說 警察說 都沒有 那回事 抓不到 沒有什麼 心處理 好像說 誰知道 兒子真的死了 肯定沒有 即是假 這些 一聽就知道是假 好人好者 怎麼會這樣 無緣無故